那我们赶快来把握时间回答问题哦 哎呀终于找到我们的专家了 今天找到的是我们家庭全科医师 这是我们中国全中医师 哈喽 中医师你好 你好你好 谢谢再播控给我们 我们知道你非常非常忙啊 每次要这个打电话给你 我知道你都一直在看诊 尤其是十点多这个时段对不对 对对对 刚好在看诊 而且刚刚呢我没有听到那个电话响 哎呀 那一定是我们电话不好 我要赶快请小天使换一个 谢谢我们的中医师哦 昨天有一个听众呢 刘小姐空音进来 他自己本身呢 这个有了带状泡疹哦 就是所谓的背爪 飞蛇哦 所以他非常的疼痛 他想要知道怎么样减缓疼痛呢 有亲朋好友告诉他 不要吃海鲜哦 那不要吃海鲜之后 他这段时间一直在吃素 那吃素的时候呢 自己身体越来越弱越来越瘦 他自己很不舒服 晚上也睡不好非常痛哦 那这种带状泡疹的问题 我相信我们中国全中医师 你常常听到对不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办 我们也有一些病人有这个情况 那但是呢 我第一个想问 就是说他什么时候有这个病的呢 可能一两个月了是不是 我不知道他是多久 昨天好像没讲 然后就一直都在痛 那我看你的试试里面 你是说 他现在整个皮肤都很滑滑没事 只有一个地方呢 有一点好像 症状的是不是 哎不是 这是另外一个听众哦 我们小天使搞混了 这个听众他只是说 他的医生告诉他 他是带状泡疹而已 哦 那他的那个病山就哪个地方呢 哦 炮疹是在哪里是不是 要问清楚才知道 哦 哦 没关系 我大概 我都知道 大半呢 都是在那个 那个肋骨的地方 哦 两边都可以有 而且呢 有些厉害的 他有些长的眼睛 那如果长的眼睛的外面还好 如果长的眼睛里面更惨 哎呀 那那个炮疹呢 可以到那个生殖器官 那个背 哪里都可以出来的 但是主要呢 它是跟那个神经分布的有关系 那这个病呢 你就说 那怎么突然间会生的呢 我又没有碰过什么东西 那此时这个病呢 仰乃呢 它是在你受捧油的时候呢 你可能摸个麻症啊 或者摸个什么 你用wiresinduction呢 那好了 以后呢 这个森田里面呢 这个病毒呢 它就跑到你的 这个脊椎骨里面的 那个神经里面的 Grayhorn area 穿在里面 就堕在里面 消屎 是是 那在里面消屎 就是好像是东明这样 但是有一天呢 当你的身体的 那个免疫力呢 降低的时候 才跑出来 开派对 开派对呢 就使你很痛 而且痛的时候呢 它那个就原来那个神经 那个分布那边就长出去 那中医师 我们只剩下30秒 你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止痛吗 让它不要这么痛苦的 你就跟他说呢 他要去找医生 家庭课也可以 就是开止痛 要跟那个 跟那个药膏 可以把它止痛 但是呢 当他那个免疫力好的话 这个就会回去 休息 就不做出来了 太好了 所以海鲜还可以继续吃 肉也可以吃 不要因为这样子 不吃这个蛋白质嘛 是不是 都可以吃 如果不吃的话 送来给我 我帮他吃 谢谢我们中国权医师 太感谢你的解答了 希望我们这礼拜 可以再安排一个时间 请你帮我们解答 其他的这个医学问题 感谢我们的中国权宠医师 谢谢谢谢